这两天大家才知道是马克龙要来嘛 都非常激动 传各种消息 见到马克龙的那个心情应该都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很多人排了很长很长的队伍 他的外形和声音都和我平时在网上看的差不多 我本来是有提问的机会的 马克龙他是时间比较紧张 就才回答了三个问题 他说人工智能他目前他的使用是需要规范化 他还会引起一些在政治哲学道德这方面的一个讨论 就让我们更加看到了一个人文学科的一个价值 我认为他这次来中国首先是希望在经济上两国有更多的合作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积极的信号 因为疫情中断了两国之间很多交流 现在各国的疫情都好转了 所以未来会有更多经济合作的机会 我认为我认为这些讨论的关系 我认为这些讨论的关系 我认为这些讨论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今天我们的需要专业 我们更需要专业的大量的超级力气 是非常美丽的 我和我一位专业的商人 我认为我觉得 我认为了专业的相似 但是我觉得 她会有深深的方式 我希望这会好合理 专业和政治专业 专业的专业 在设定下 正在立业中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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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的新党成立业中文件 Sino-Française, c'est l'avenir